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全都齊了 全都齊了 全都齊了人 你像這句的 有沒有第二句 全都齊了人 現在全都齊了人 你有沒有發覺嗎 笑你嗎 你有沒有發覺 不是的 這個沙環妹笑你嗎 你沒有生意 如果你有看開 你又發覺近期是不齊人的 整天有時候甚至沒有我 現在 花姐想邊緣化我 你看不見得出 這個沙環妹 心術不正 邊緣化我 邊緣化你先贏 貴初 兩位大哥這麼忙 別這麼玩我 下季見不到我 下季見不到我 我那是黑志雲來做 也不知道是黑志雲來 還有人家有部主 最近我們看到大熱劇集 這個狼爺榜 你還說狼爺榜沒有人看 狼爺榜 是不是那個朝代問題呢 因為朝代背景有些 我想是朝代問題 昨天那集大結局 就講到這個問題 就是皇帝被人邊緣化了 皇帝落命令 欣氣 沒有人動的 為什麼沒有人動的 現在的案子有什麼 就是我們兩個叫欣氣 沒有人理我們 沒有人理我們 所以你看我為什麼這麼珍儀重 是要死都要說那一句 我是說話都沒有聽過 追了齊人 有一集齊人 我們現在不多說 不能說 知道嗎 都給你一些 airtime 撕聲 撕聲 怎樣 怎樣 今天呢 我們7月4日 7月4日 7月4日 美國關於什麼 有關我春事嗎 也是關於我們今季的節目 你為什麼吞吞吞吞吞吞 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因為今晚就是我們無底心談 最後一晚 今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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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下一季就沒有Horrorface 你自己說的 真的 解圍走 我本日完全無關 解圍走 現在已經抹黑了 你現在很吵 現在我要抹黑你 節目上很多特別的安排 都是天意來的 大家不要多想了 今晚說什麼 今晚當然是由鬼鼓王拍板 我拍照 推翻給你 鬼鼓王來得就肯定 馬關節 有些都是勁的 勁的 勁的 材料比較重 還有 都是近去陳園縣那些 清朝那些 糟了 我答應了聽眾說陳園縣 陳園縣的前世甘心 我答應了說慈禧 我還欠很多數還沒找 很多數還沒找 記住要找 那先找你今天幾條 這條數我們沒有答應過 都好像提過一下 是嗎 我可以提過 你開了後庭節 反而這個題目很有趣 如果說小鼓 就是 我們剛剛開始籌備 Radio 90GT 或者叫做毛仔心談 的時候 是當時一集的內容 但是後來沒有重拍 就是沒有重拍 我們拍了少少的Dummy 然後沒有拍完整個Version 就想起了 不如拿出來 不要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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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坦白的 不要浪費 這個都關乎我們十幾億人口 包括我們香港人都要知道 如果你用這個時間值去計算 哪裏是十幾億人 那倒是 是不是 不止的 講了幾百年歷史的事情 現在現存 這個世界上的人類都應該要知道 當然要 尤其是華人 尤其是現在還在北京城外 沒錯 關於紫禁城 今天就由鬼故宮去解密 或者叫故宮 不要說解密 現在我們叫故宮 故就是以前的宮殿 不要說解密 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好不好叫解密子禁城 好 也好 叫領密子禁城 絲襪 絲襪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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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菜襪也可以 即是花街街日店 絲襪叫做什麼 得到鬼故宮的批准 就叫做解禁紫蜜 紫蜜 紫蜜 解禁紫蜜 這是鹹片 放到鹹片 解禁紫蜜 你們兩個不停說密 我想說紫蜜 解密紫蜜 經常看這些東西 解密子禁城 解密子禁城 解密子禁城裡面 也有很多狹狹 從來有皇帝有那麼多妃嬪 還不狹狹 簡直是夢寐以求的生活 性生活 沒有皇帝也狹狹 沒有皇帝也狹狹 太后也狹狹 太監和公女也狹狹 其實好心你 鬼往吩集 下次延伸就說這些 封月子禁城 封月子禁城 下一次 我自己沒有去過 我去天安門 我也是在你身,我那年想去的,2007年 剛好去的装修,預備2008奧運 我去不了,就去不了故宮 我是2005年去的,更搞笑 我去的那年,去的那時是2005度 我瘋了,第一次看雪 在皇府井那裏 根本冷到,到處都沒有心機去 長城又去不了,整個人都沒有門 我想告訴你,北京的冷 其實我真的很了解北京 因為我前世陳婉 我知道 因為北京的冷和外面的冷是不同 是刺骨的 北京的冷是刺骨痛 它很特別,它的冷法呢 歐洲有時候也很冷 歐洲那種冷,或者北海道那種冷 跟北京那種冷是兩回事 北京的冷不下雪的冷 才厲害,我告訴你 不下雪的冷 不是溶雪,沒有雪,北風刮下來 即是有雪反而還好一點 不是,一時時也不好去 即是說你乾風的冷都可以 我上次去,是十月多去的 我們都低估了 我那時候去,我打算是熱的 最多是一早一晚 就算我打算有一件外套 搞定,你知道我這麼大的 我去到鳥巢附近 那天,冷到很震 你想想那個溫 而且,如果是十多度 香港那邊沒有那麼冷 真的冷 很冷 但熱又特別熱 當然 我夏天去那次,就是07那次去 哇,熱到乾曬 在那裡煞 你呢,就進去了一次 我沒有去到,我去不到 因為正在整 我去到十三年去了 長城去不到那裡 即是今天我講的 你們兩個去到那裡 是呀,擺明的 是呀,擺明的 我打算扔下兩元給你說 哈哈 那我去了幾次呢 其實,不是說在那裡吹噓自己 我真的忘了去到幾次 多到忘了去到幾次 你有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有一段時間 我長時間 都要來往北京 都要來往北京 還有就是 我差不多每一次去北京 我都會 不要說每次 即是隔次 我都會入紫禁城 有時候 有些朋友就覺得 我又帶他去一次 是呀 自己有時候 想起有些東西 有些位置 好像想再看真點 又去看一次 即是我由當年 最早期 我們買這個故宮飛 是分開了三種 一種就叫做 外國人 一種叫做國內同胞 一種叫做港澳同胞 由那個時代 開始 我已經看自禁城 看到現在 今時今日 先進到現在 最初沒有道想員 還沒有道想員 然後有部機 去做導遊 現在怎樣呢 現在都有部機給你的 有語言簡 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 用這個 用定位系統 是 你去到哪裡 他自己會跳 例如我去到泰和甸 他就自己會跳去泰和甸 你不需要擔心去到哪裡 沒有人講解 你走到寶和甸 他就跳去寶和甸 即是在你耳朵上 你戴著他的耳朵就可以了 現在的先進步 很棒 當年沒有進去 真可惜 其實也挺可惜 不過現在進去 因為太多人 那時候又擔心多人的問題 又是 又沒有冷到 也會的 不過紫禁城 他的設計 本身就是 一個真正的 東暖的設計 當時起紫禁城 其實已經計算了 一些陽光的角度 他進去的時間 即是夏天 就曬不入 冬天 就陽光進去 即是他計算了一個角度 令到可以剛剛好 那麼厲害 這些偉大建築 那肯定呢 風水角度也有 肯定有 有風水角度 這麼厲害的皇帝 那些江湖 一個農脈的東西 講紫禁城 我們先不要講風水 其實紫禁城 即是我們有錢 入心 好 那怎樣先來呢 紫禁城 如果說紫禁城 怎麼來呢 先講個名字 是 為什麼叫紫禁城 又不叫做 南禁城 紅禁城 白禁城 關乎以前中國的 紫 紫微斗數 關於算命 天 紫色好像是好東西 紫棋東南 很類似的 吉祥 其實呢 都是一個吉祥意思 不過最重要呢 其實就是 肥蘇也有慰根 我呢 你OK啦 淫根 OK啦 其實呢 就是來自天文 根據古代的觀星學 就可以見到 其實就是有三大聲援 三大聲援 其實就是 紫微聲援 就在三個聲援的中間 還有這個 泰微聲援 還有這個 天使援 有三個援 我們有一句話 經常聽到 紫微正中 經常聽到 紫微正中 紫微聲援 就在正中間 我們用筆斗聲去計 是 但很多人有 很有趣 經常說筆斗是幾聲 筆斗七聲 筆斗七聲 其實是錯的 是嗎 我看筆斗之拳 是這麼說的 是嗎 搞錯 我看筆斗之拳 我說筆斗七聲 因為人見到七聲 有兩顆聲比較暗淡 人類就見不到 當然用天文望遠鏡 當然可以見得到 當時計算了很多數 其實中國古代的天文學 很厲害 用一個正中 因為以前中國人 叫自己做中國人 覺得自己在地球的中心 所以叫自己做中 紫微正中 就是一個合乎正統 所以就叫紫 用了紫 好了 禁其實代表一個 嚴肅 和一個深嚴的地方 一個很莊嚴的地方 所以叫紫禁城 就用了這個名字 去建造 但是其實整個紫禁城 它是來自南京 那個宮殿的翻版過去的 最初有紫禁城的時間 其實就是在這個明朝 就是明朝那時候去建造的 其實有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也挺有趣的 但是我在講這個故事之前 我想問問問大家 大家 紫禁城的地方在北京 北京做過什麼朝代的首都 北京做過什麼朝代的首都 是的 北京 清朝 清朝當然是 你問我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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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不是了吧 當然不是 宋 宋朝當然不是 如果說真真正正 如果說真真正正 是統一中原的朝代 其實就是元明清都會在北京 但是用來聯計統一中原 其實當時燕國的首都都是北京 還有女真族當時的金國 其實當時是後金才變成本清 前金 我們叫做女真族的時候 她都在北京 那時候的北京叫做金宗都 像不像一間酒樓名 是的 金宗都或者一間酒樓名 還有韓國名 金宗都 然後到元朝 變成元大都 其實元朝在蒙古那邊 有自己的首都 那個叫元上都 在北京叫元大都 一直都沒什麼問題 但是明朝打敗了蒙古人之後 他們建都在南京 但是很有趣 當時朱元璋 你講到中國皇帝迷信 他數一數二 他真的是最迷信那個 當時來講 你大家都知道 朱元璋是誰出身 軍事 黑衣 黑衣 你說他去大陸 其實朱元璋是很自卑 一個黑衣要統治天下 是不是有一個說服力 人家要信你 你黑衣來了 為什麼要拜你 對不對 當時他拿了南京來做定都的時間 那時候南京叫做金陵 金陵 當然是 他將他改名 就叫做應天 應天 就是我的身份是天給我的 天意 對 我們應順這個天意 所以我就在這裡立到我做皇帝 給人覺得他是一種真命天子 真龍天子 那種感覺 在這裡建立了 然後為什麼會突然明朝好地地 在那裡 為什麼會搬到北京城 搬到一個紫禁城 原因就是因為 紅武皇帝 朱元璋 他將帝位傳給他孫子 傳給他孫子 現在是英女皇 可能會傳給朱元璋 到時查理斯皇子 可能就會造反 他的第四子 就是煙王 那時候他第四子封了 封了給了封地 去了煙國的地方做煙王 去了做煙王 今天那些事情真的很古怪 我們不要說 不要說什麼就是那些怪聲 算了 我們現在繼續說回北京城 那些怪聲要不要先弄一弄 不可以弄 不知道為什麼 你自己看看 你自己看 好奇怪 好奇怪 他經常都這麼多奇妮 你看到的 你見到的 是正金來的 是 然後 然後 就是 在這個煙王 他就不信了 為什麼你要給孫子做呢 然後 他就決定了 就是 去 造反 攻去南京 即是攻去應天 然後 搞定了 造反成功 造反成功之後 他就一樣 當然在應天做皇帝 但是 在這段期間 他就遇食 有人行刺他 再加上 他自己 又不是很習慣南京的天氣 他自己住在北京 是燕王 然後 他想說 不如千刀 不如千刀 但他千刀 又是一件事 要講個天 你是皇帝 不是大勢 你要千刀 你一定要有一個 有理的原因 去千刀 難道我來講 我被人行刺 我不習慣南京的天氣 要千刀嗎 不行的 當時 其實很多大臣是反對的 反對那些全部殺殺 真的殺 因為他可以做反 做皇帝 既然 但是問題就是 他用什麼理由呢 就是用 中國人最重要的這件事 報夢 是 那他報了什麼夢呢 即是有人報夢 真的不知道 甚至不能給小時間 給小時間 給小時間 大家想想 看看大家有沒有這樣 為根 看看這個休息時間 整個北京城的故事 都由這個夢而開始 那究竟大家會不會 經休息時間 有一個夢 告訴大家 其實是報了什麼夢 好 回來解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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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關後宮事 是不是呢 當然不是 關於玉皇大帝 是 是 那麼 當時 明成祖 朱棣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出來 他自己作出來 可能 就說 有一晚 發夢 見到玉皇大帝 嗯 玉皇大帝 就告訴他 你要把皇宮搬到北京城 搬到北京那裏 然後 他就找了 國師 劉伯溫 來解夢 嗯 這個劉伯溫 大家 燒餅哥 燒餅哥 沒錯 找了國師 來解夢 國師 他就說 沒錯 王大帝 報了這個夢 其實 真的是 想你遷都 覺得那裏更加適合 為什麽呢 那裏地方好 就可以 國泰文庵 封條與順 那他整個夢作出來 是 你不要管 劉伯溫 當真還是國隔 還是夾定 一會會說 很緊張 我覺得劉伯溫 好像鬼汪 可能是鬼汪 那裏地方 僅有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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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地方 就找到很龍脈 那裏地方 劉伯溫就告訴他 沒錯 你一定要簽 簽了 簽了 那裏是風條與順 但是呢 根據 玉皇大帝的指示 其實你簽到那裏 就要 有些事情 你要做 那就一定要請 有事 等一下我們會說 你要請 三十六金剛 和七十二地煞 去保護京城 這樣才可以 令到京城 風條與順 各泰民安 地煞是甚麼 這一節我們會詳細說的 好緊張 現在我們先帶了這個開頭 因為這個開頭很重要 三十六金剛 之後就決定 朱棣就決定 蓋子禁城 都用了二十年時間蓋 當然是很難的 但問題呢 我先說一說 其實這件事 作出來的機會很大 為甚麼呢 我想說一件事 稍為熟一點歷史的人 都知道 明成祖期間 劉伯溫死了很久 即根本沒有搞過夢 劉伯溫基本上就是洪武皇帝 即是朱元璋的國師 朱元璋把位置傳給他的孫子 然後他在北京 他的第四子在北京打回來 去奪位 然後去做皇帝 其實那時候 劉伯溫死了 何來 朱棣發了個夢 找劉伯溫解夢 是不是整件事不合理 不合理的 在這個不合理的過程之中 就是 我們的前人是很厲害的 想一些藉口 幫皇帝去補發個孫子 他就說 其實可能就是 劉伯溫 他一早有預測未來的能力 之前已經預測過 燒餅哥也寫得出來 燒餅哥也寫得出來 他一早已經預測得到朱棣 會發過這樣的夢 一早已經寫定了 朱棣發了這個夢 有人提醒明成祖 劉伯溫之前已經解錄了 你拿出來看 就是這樣 也有一件事 因為劉伯溫的名字實在太大了 那些人自然會將 用他的名字 拉進去 即是後人 拉進去這件事 令到這件事更加 有說服力 或是傳奇一點 對 那你百姓一定會信服 對 讓你百姓去信 這件事 這是什麼國師說的 或者真是誤存 純粹 也不要當誤存 其實大家都會找藉口 為何朱元璋要把金陵改為應天 即是把南京改為應天 原因就是 他要增加自己的可信力 公信 令到大家可以信奉我皇帝 同樣就是 我要去遷都 其實他會遇到很多阻力 你要令到你自己的遷都合理化 一定要加些東西下去 劉伯溫這樣說 你不相信我也相信劉伯溫 對 鬼故隆也會這樣說 對 不相信我也相信鬼故隆 是不是 那就搬過去 他搬到北京城 北京城 這個紫禁城其實是怎樣建的 我們之後有時間 這集裡面 我們在後面再說 因為現在先說了重要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花家姐好的人都比較性格 我們剛才說這個 三十六金光七十二地煞 他已經立刻要問了 又不是立刻舉手問嗎 老師 我想說遲些也不行 好了 他又進去建這個金光來地煞 要請金光來地煞來保護他 那金光和地煞是什麼 他是不是真的請天神下來保護京城 沒有 大家看的地煞有沒有看過 天神保護他 沒有的 沒有 你知不知道 只是紫禁城裡面 太和電 被火燒幾鍋 如果天神去保佑他 就不用燒幾鍋 對嗎 可以這樣說 但很多廟都是被燒的 當時的鼻雷設施 不及現在 所以 你知北京是比較空曠的 他一劈下來 還要記住一件事 以前也沒那麼高 最高就是 整個北京城最高的太和電 我不是太和電 當時整個北京城最高的太和電 我也相信天有眼 你經常說謊 做壞事 然後被雷劈 那個說脫歐那個說話 都被有限雷劈 立刻上車 對不對 這個前倫敦市 那個人立刻上車 他頭髮很有型 就是被雷劈 就是被雷劈 那個情況就是 其實在後面 整個北京城是平的 北京城是平的 在後面比較高的就是景山 景山是山來的 然後景山就是北京的 就是紫禁城的後門 後門走上那個位 如果說建築物 以那個年代 明朝一定是太和電最高的 周圍在民居 不會去高 特意起到這麼高 居高留下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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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個木建築群 因為到了現今 它還是全世界最大的 木建築群的建築物 但怎樣避免火燒 它是三十六金剛 七十二地煞 其實是什麼 是防兩件事 一個是防水 一個是防火 三十六金剛 其實就是要來防火 即是神靈保佑 其實就是什麼神靈保佑 三十六金剛 就化身了 做三十六個金色 用金做的鋼 裡面是鋪金的水鋼 水鋼來的 水鋼來的 其實老實說 就不止三十六個鋼 嚴格來說 其實是有百多個鋼 就不止三十六個鋼 這三十六個鋼 其實有大有小 就要來載水 當火灶的時間 就要來救火 金很重 是啊 很重 在外面鋪金 它是鋼來的 整個鋼 整個鋼 裝滿水也很煩 也不煩 它早就裝滿了水 很多人做事 其實在整個故宮的範圍裡面 那些井開得很密 他們是靠喝地下水的 所以那些井開得很密 那些水 水就不是一個大問題 至於七十二地煞是什麼 七十二地煞其實就是 七十二條地溝 這個很明顯 剛才是防水 這個是防水 對 防洪 防洪 可以防洪的原因 就是 它本身是造高了地堂 整個北京城 整個紫禁城造高了地堂 下面還有七十二條地溝 那七十二條地溝 就會把水排了出去 它有幾層 它有內金水河 接著外金水河 然後就到滬城河 它排了出去的時間 其實這些水 就算你一天之內 下一個現在的黑色暴雨 它對它來說是沒有影響的 它的水河完全會排在內河 厲害 它已經想好了 還有滬城河的作用 還可以用來防止工程 滬城河負五十二米 深龍米 大家沒有貓子 沒有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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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窩很厲害 好像陶傑 你看過去 像陶傑 不是 像年輕一點的 可以嗎 陶傑很厲害 一邊講一邊寫稿 一心二容 一邊做字幕寫稿 又加我又沒有化解 床花姐 你瘋了 這些只是逼得來 逼得來 哪裏 72地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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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好像歐洲 歐洲有些堡壘 都是這樣做的 有條成河 歐洲的比較特別 它們養鱷魚 對 等你工程很難工程 要養鱷魚 反而在我們紫禁城裡 就沒有聽過養鱷魚 中國人沒有用的 嘩好鱷魚肉 耳口喘 吃光鱷魚 那又是 什麼日種都沒有用 沒得留 如果你說到這個防火防水 這個工程 其實我已經一早想好了 想好了 其實挺好的 在名字上就說 我請在天神 請三十六金剛 七十二地殺 來保護你 實質上 它們真的是保護作用 是不是 它化身了下去 表面又很神化 但其實真的 實質有重 是 它就化身了下去 當然 當年 解這個門會時間 不只是 三十六金剛 七十二地殺 那麼少 還有一些 苦怪的東西 當年 浴王大帝 報夢的時候 你可以在北京建一個宮殿 但是你建一個宮殿 就不能大過我這個天宮 我們很難用面積去計 這個天宮有多大 我想北京 紫禁城的面積有多大 紫禁城的面積就是 七十二萬平方米 七十二萬平方米 這個數字 我做個比喻 約摩是四個圍園這麼大 記住 四個圍園 不只是那六個足球場 是計算園池 網球場 公園 城市論壇 那邊 整個是四個圍園 約摩 因為圍園大概十九公頂 大概一萬九千左右 約摩是四個圍園左右 是這麼大的 但是當時他沒有可能跟他說 你不能建得大於天宮 天宮可能那裡的數字更大 你猜你七十二萬平方米很大 是吧 天來的 不是地來的 他就用一個建築的量化去 用一個建築量化去 就是當時天宮有一萬間房 你不能多過我 那又建幾個房子 一萬零一 他不可以多過 你怎樣啊 你怎樣啊 我聽說我們要多過 天顯利 九千九百九十九 是吧 正常就是建九千九百九十九 少你一間 少天一間 少他一間 但他又不建九千九百十九 他很有趣 他又建九千九百九十九間 半 為何會建半間 因為不順氣 還有一樣東西半間是怎樣建出來的 我也不明白半間房子 只有一個廳沒有廁所 沒有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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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對呀 怎樣去半間 怎樣去半間 甚麼都要去半間 我覺得是一種不順氣的表現 不是他 我猜是 我只是差一點點 就是差個天 一點點 就是 一定要拉近 他不是不順氣 他要告訴別人 所以他容許我建成這樣 那你不要建成一間街磚 那不是這樣 難一點 有一半 老實說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 都是跟一些數字有關 因為中國人玩數字 之前我們說過這個推幅圖 推幅圖都很喜歡玩數字 其實都是跟數字有關 現在在9999間半 其實我們把半量化 就是0.5 九五之磚 九五之磚 對呀 終於成為一次 就是九五之磚的意思 他又沒有威過天弓 但又拿到這個含意出來 表達到一個王權的所在 真是該死 九五之磚 除了這些房子用磚起 九五之磚 我又說一個秘密給你聽 在70年代初期 這個故宮博物館 走去點算 點算有幾間房子 其實不是 其實是錯的 點算出來 結果是8707間 搭那麼遠 是否有人偷工減料 究竟是否當時的人 穿坐附會 隨便說 神話霸虛 還是 因為中途故宮 改建了很多次 在這些改建裡 可能有些房子已經不存在 記住 明朝起的時候 可能是九千九 九十九間半 到了清朝入主之後 基本上 他可能做了很多大規模的改動 包括一個人 最簡單說得最厲害 就是獸寧宮 其實我們故宮 要奔開四個方位 獸寧宮那邊 因為乾隆想自己做太上皇 他做太上皇之後 將整個獸寧宮 就改了去 裡面改了很多東西 所以變成 出來的房數不同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是後期改動 最初起的時候 可能真的捉九千九百百百萬 後期改動 以及清朝的皇帝 可能不相信這些東西 你覺得老作 那我哪有空跟你數 抽回舊 可能有些是套房 不是啊 還有 那我哪有空 當然要改了這麼多房 當然要改了一間大房 但問題 主人房 在紫禁城裡面 都是用九比五這個數 做一個基礎 其實是沒有騙你的 因為我告訴你 清朝有一個東西 是挺厲害的 他不同於明朝的人 明朝當日進去北京城 他興建紫禁城的時間 原來他的原子 原子就是原大都 但是原大都 就在歷史上消失了 去了哪裡呢 就埋了在紫禁城下 他就拆了它興建 但是滿清人入關之後 他沒有拆到故宮 現在我叫紫禁城 他用回紫禁城 用回他的東西 去繼續發揚江大出去 其實裡面中間有很多東西 他關於用回他的時間 不單止用回他的地方 就算連皇帝的年號 他也有一些想過 不過今集我們不講這些 我們繼續在紫禁城裡面講 他進去之後 他一直保留 但是始終有很多東西要改動 為什麼要改動呢 在一些政制上 軍權上的改動 例如在康熙時代 他為了要令到自己的訊息 表達得那麼好 能夠傳播得那麼好 他在藍書房做了一些事情 去到雍正時期 雍正搬到養心殿那邊之後 他為了鞏固自己 可以更快得到軍事的行動 那個決定權 所以他把原本的上書制廢 開了軍機署 軍機署也有一個改造出來 那些其實全部都是一個改動 令整個京城 或者紫禁城有所改動 令他改動之後 很多東西已經面目全非 但問題是 基本上他沒有變過 大家要留意 紫禁城是在紫禁城上建造 你沒有進去 你可能很難會明白 如果大家去到景山 在景山看下來 就看到整個北京城 是分開左右兩邊的 記住 現在有新城區和朝陽區 我們沒辦法去看 但如果純粹看舊城區 你能看到 原來北京城是分左右兩邊 左右兩邊的中軸線 就是紫禁城 由五門入 由五門前面 其實是天安門已經入 天安門一邊入 端門 五門 一邊入 三大殿 後宮 然後出來 就由神武門上到景山 將整個北京城 分開在兩邊 分開在兩邊的時間 其實這個一來是風水作用 二來其實還有一個秘密 這個秘密我先不說 轉頭回來說 不是轉頭回來說 這個秘密不是今集說的 這麼厲害 不是今集說 這個秘密不是今集說的 這個秘密 這是逐集 我不讓我開逐集 我沒有說不是 他想踢我們走 你又來 你又來 被迫害網上職 我繼續說裡面的小小東西 才有吃 好 好 剛才我們說到 就是說 在這個紫禁城裡面 因為經過一些改動 所以變成 沒有捉 9999間半個房間 但當時 其實還有一個 很特別的傳說 這個傳說是什麼呢 就是 為什麼在三大殿 什麼叫三大殿呢 當大家進去五門之後 進去之後 大家一直直走 沿著神 那裡遇到 遇到直走 遇到什麼 遇到什麼 下一節說 遇到人 進去之後 就會看到 首先就看到 太和電 然後中和電 還有補和電 那些三大殿 進去那些三大殿 發現一個很特別的 那些三大殿裡面 是一棵樹都沒有 咦 這麼奇 沒有樹的 那些人就問 為什麼在那些三大殿裡面 是沒有樹呢 大家有沒有想到 沒有樹 沒有樹 陽光也很厲害 老實說 是遮陰的 故宮這個地方 紫禁城 是世界現存五大殿之一 但是其他四大殿 都有樹 留意一下 例如 白金漢宮 克里姆林宮 白宮 還有 凡爾賽宮 都有樹 為什麼沒有樹 中國古代 你有沒有聽 決戰紫禁之瘋 那些有這麼好武功 那些行色 皇帝 躲起來 晚上黑 誰看到 又懂得裝扮 躲起波樹 都不覺得有人 即是太多遮掩 我也是太多遮掩處 所以就 就是保安理由 是保安理由 保安理由 你又有什麼理由 我就說 應該是鼓勵那些後人 不要靠前人的悲陰 要靠自己的努力 是一種激勵 很有教育意味 不如叫他做黑衣 叫他做黑衣 叫他做黑衣 快點 這樣也想到 回來開股 回來才開股 對 很明顯 就是 怕行色 躲在人 很明顯是一個預言故事 躲在300個人 那你怎麼搞 很明顯是教育下一代 不用說 性教育 性教育下一代 即是工女 躲在樹底下搞事 一定是叫後世的皇帝 要靠自己 不是啊 你不如這樣說 如果你說你的原因 他怕樹 工女的人 有在打野戰 在樹下 在搞事 我想到了 是不想他們 經常滲到樹葉都下 所以 所以連樹也不用下 太多樹 有很久 沒有空 不用下班 要請工人 不是啊 工女也不用下班 數樹葉也挺慘 實在太多原因 這個才對 有人說過 有一個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 是這麼說的 但是這個原因 我個人覺得 是完全不對的 是 這個原因是 因為 你知道 紫禁城 其實是跟著這個 四棟高牆 是 大哥也挺慘 唯在這個森高 其實這個牆裡面 是一層一層的 那個城牆 是十米高 接著還有工牆 院牆 其實永遠都在牆裡面生活 你在這個牆裡面生活的時間 如果有樹種在這裡 就變成一個 什麼字 一個 困 困字 所以 他們就 因為這個原因 就說 不要種樹 種了就困了 這樣解 不努力 是的 不努力 但是我想告訴你 好老實說 現在在說三大殿沒有樹 你過了前朝之後 入到後庭 有很多樹 你看 然後去到御花園 更加不用說 多多樹都還有 其實這件事已經 說不通了 再加上一件事 就是說 困 皇帝 為何叫做寡人 為何叫做朕 他就是一個孤寡的人 困是一個正常的 他不困就不是皇帝 對不對 對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解釋 我覺得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是樹 木字 如果他不要木 整個人字 就更壞 囚犯 就是更囚犯 就更壞 樹木在外面 就變了一個呆字 有口就更壞 什麼都更壞 裏面再整個牆 就有回字 沒有什麼回字 有回字 回字有修 但是老實說 進來紫禁城 行食 根本就沒有什麼可能 沒有什麼可能 沒有什麼可能可以進來 很難進去 真的要天外飛先 你很難才能進來 同場鐵壁 懂地術 這個也是不成立的 至於工女都在搞 一大堆地方搞 泰鵝電 中鵝電 寶鵝電 到處不搞 刺激點 打夜店 你沒試過 我都沒 很難說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 他不中樹 就是一種 軍王的震懾作用 他怎樣震懾作用 當你走進五門之後 進去太和殿開錢 你已經一棵樹都沒有 沒有鳥羽花香 沒有小鳥在叫 你的心情就會覺得很緊張 莊嚴很多 莊嚴很多 到你見到皇帝時間 沒見到皇帝你已經震了 你明白嗎 他製造這個氣氛 我明白 正如我剛才有一個朋友說 他說 其實國內現在的城市設計 有些問題 有什麼問題 他有沒有發覺 在大陸 這些地方很大廣場 他只有兩個死 一天曬死 一天曬死 一天凸雨凸死 現在跟你走到故宮 你還沒進去死一半 但一天曬死 一天凸雨 下雨風吹 還吹死你 進去的氣勢 你什麼氣氛都沒有 對 你會濕濕濕 就算熱 你也濕濕濕 現在北京這麼熱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 你進去的時間 你已經害怕了 還有一件事 你知不知道 尤其是在某些大典的情況 他在太和殿做大典 雖然太和殿第一個典 中間有一個寶和殿 後面有一個中和殿 後面才沒有和殿 但在大典的時間 當所有群神在太和廣場 跪在那裡的時間 或者是岳高頭 只是看見太和殿 到門 看不到皇帝 但你聽到皇帝的聲音 那種氣氛 你是更加害怕的 你明白 還有營造到 他像天一樣 你只會看到 天內之音 你見不到人 天好像廣播 UFO 同時皇帝坐在榮耳寶座 都看不到下面人 因為太和殿下來的位置 就是一道九十度直角的台積 這個台積令皇帝 根本看不到下面人 那些古裝片 那些說話 不是有點流流的嗎 他其實是看不到的 似乎你在哪個殿 因為日常辦公 就不是在太和殿 太和殿是做一些儀式 典禮 大型的慶典 多數皇上辦公 在清朝的時候 清朝會在乾清宮 乾清宮過了太和殿 我們叫做內庭位 乾清宮後面有一個交代殿 然後就是昆寧宮 昆寧宮就是皇后的地方 通常在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相對小一點 那些人都在內閣大臣 進入裡面 跟皇帝聊天 在那裡聊天 好了 進入太和殿 整個過程裡面 大家害怕了 說話都不敢 這個有點像那些檔袍 是 那個朝鋒 要坐到這麼高 那個朝鋒 即是你趕嫁的時候 都說他居高臨下 以前卑鄙 以前報警是這樣 以前報案室是這樣 以前報案室是這樣 你是這樣看著那個阿Sir 但是市民要矮化自己 報警應該是離職氣壯 我想告訴你 有些人就說 這些就是以前衙門制度 但我記得是錯的 這個是殖民地時代 那種叫做官威 殖民地時代過了之後 就沒有這種官威 那就慘了 小市民來報案已經心驚膽跳 總是用這種官威來嚇 不過以前衙門時代的官威又不同 是你打了這個名威鼓 就先打你三十大碗 才讓你說話 還沒打 現在我說上房 你上也不能上 上完之後沒有了影 現在可以 上房就行 上房就行 剛才你說的刺殺就不成立 也有人說過 要刺殺皇帝 可不可以挖地道進去 怎麼挖 你們覺得可不可以挖地道進去 大家去想想 應該 挖地道進去 挖地道進去 挖地道 都很難 行不行 可不可以 成不成事 如果挖地道進去 大家知不知 北韓很多隧道挖了南韓 南韓那邊是不知道 隧道出那邊 那麼遠都挖到過去 其實挖到的 但是 但是我不知道 紫禁城下面的基石是如何 譬如說 很硬的花崗藍 還是怎樣 不知道 沒錯 就是這一點 首先你要挖進去 記住 紫禁城是被護城河包住 首先說護城河已經是六米深 你要低過護城河先 至少挖六米先 不好意思 最少挖六米 你挖到那麼深 再進去的時間 然後你進去之後 上面 全部有些大石 要做一個基礎 剛才我們告訴你 整個紫禁城就浪高了 要防水 其實那些石 它不是一塊 是一層層的砌上去 變成你挖到那裡已經進不去 是 不好意思 去到那個位 剛才說到那個基礎 紫禁城在玩一些數字 我們有提及過 9999間半的房間 其實所有的基礎 用的比例 即是太和電 中和電 保和電 都好 它們用的比例 是9比5的比例 是一個長方形的比例 9比5 為什麼9比5 9呎乘5呎 這樣的比例 即是電池15比9 當然它放大 即是900呎乘5 總之是9比5 9比5 但是所有電 就是6比11 很有趣 9比5和6比11 其實6比11 這個數是應一些易經掛的 這些都是計算的 對 6比11 還有一件事 主要皇帝用的場所 都是會開9間 什麼叫開9間 寬9間 深5間 它們因為紫禁很可愛 都是沒有用過一眼釘 它們是最大的木的建築物 這個木建築物的時間 它要承托起一座木的建築物 它會有很多糧和柱 它要怎麼計算 它一定要計算到9間 出來的就是有9個空間的洞 即是龍門 有9個龍門 這樣建造的 大部分都是 因為每一種供電有些少許不同 其實還有很多這些元素 滲了進去 它將到5行的東西 甚至除了一些9、5 這些寓意 還有一些6比11的一些易經的數字 還有一件事 難怪我們現在一年的人 那時候下班是 做office 9、5 早9、5 早9、5 現在是晚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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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沒得走的 沒得走的 然後還有一件事 除了這些位置 還有一些顏色的特點 叫做紫禁城 紫氣東來 其實你覺得是否應該用紫色 我喜歡紫色 不對 皇帝 當然是用金色 用金色 有比較小 有比較小 其實在太和段裏 六條大柱 六條大柱 因為為了應過易經的掛 起了六條大柱 就真的鋪金箔上去 但是我想說 紫禁城的主色 是明王色 明王色 會不會呢 為什麼會用明王色 因為明王色是天子 才可以用 繁奸 不是繁奸 不是繁奸 是民間是不可以用的 第二件事 就是 因為整個紫禁城 都是用了五行元素 金木水火土 土 土 就在五行裏面 土居宗 居宗 居宗 所謂紫禁 即是紫禁 這個星元都是居宗 所以他們是用黃色 你記住 所有皇帝的儲所 全部都是黃色劉尼亞頂 用了黃色做主色 接著 再會用的顏色 就是大紅色 還有天藍色 這些就是主色 總共會用綠色 他把五行元素 都放進去 還有黑色 這些元素都放進去之後 很有趣 他分得很清楚很多東西 例如 在東邊 東南邊 你會看到 這個藍山所在的地方 就是什麼地方 就是太子 王子 在讀書的地方 他們那邊 用了綠色劉尼亞頂 因為綠色代表什麼 在玄學上面 綠色 生命的青蔥 差不多 是代表文昌 文昌 文昌 你現在聽到 插兩支文昌竹 文昌竹是什麼色 所以那邊 因為有在王子讀書 全部都會用綠色頂 令到他們讀書的時間 更加有新氣 現在你家長想家 小朋友讀書 是否要用牆壁 用綠色 用綠色好一點 用綠色好一點 小朋友讀書都會舒服一點 整個感覺 會舒服一點 整體來說 對著眼睛也好一點 對著眼睛也好一點 對著本書也很累 對著本書也很累 好 這一個就是 他本身的基本 帶起了一陣子 剛才經常提到 有三大電 再說一次 五門進去中和 太和 中和 寶和 太和 中和 寶和 我問你 最高的座是什麼 好似不是這三棟 是嗎 太和 最矮呢 寶和 中和 中和 那是花菊雞果果 什麼關係 中國人很喜歡說中榮 中榮之道 中和殿最矮是代表 什麼意思 中和殿最矮是代表 謙卑 即是說做皇帝也要謙卑 是嗎 要的嗎 做皇帝也要謙卑 是呀 我以前記得有一個小時候 有老人家說 他說 你術數 就是那些 他說 宋子利是有天的能力 但你不要太囂張 我們現在俗英文 天體不關你 你就死了 沒錯 你踢得我的位置多漂亮 你知不知道 我就說天天問題 現在出現了問題 就是 我不是說 所以我都不敢生那麼高 沒錯 沒錯 我謙卑 這樣說這些 我又說回我 我在哪一集說過 你今世生得矮 就是你前世一個謙卑的人 好像是你說的 你今世生得高大 你前世一個自大的人 肥蘇 我什麼高大 我一般而已 中等身材 不是啊 阿Miu真的高 對 你現在是太矮了 現在都不謙卑的 不謙卑 不謙卑 很壞的 通常都是 通常都是 但你又特別不同 你在這裡 我特別受到優待 我講到一個偏見問題 剛才講過三大電 其實三大電 尤其是泰和電 被火燒過好幾次 大火燒光 大火燒光 其實都幾慘 我告訴你 蓋這個宮殿的時間 其實很辛苦 怎麼蓋呢 我講了一二十年 當時他們要找藍木 一定要用藍木來蓋 去蓋 找藍木 找不難 你要斬藍木 運回到北京那裡蓋 當時有說話這樣說 入林斬樹的一百 出林的只有五十 即死了一半 又不是那些葛神墓 花姐看得笑 像那些NetG那些人 人家進去亞馬遜森林 砍樹 你以為真是這麼容易 不是真的 被你砍了 破壞地球 你要去運走 被火燒了 重建是沒有 真是 真是 那我重建 真是 那你講到重建 有一件事又很搞笑 我們先講這個 再講一講泰和電 泰和電其實 不是叫泰和電的 本身 泰和電 本身在明朝 朱棣建好紫禁城之後 他給他的名字 就是奉天殿 奉天殿 其實就是因為 他將南京的奉天殿 照名搬過來 一來就照名搬 二來又是那一招 之前他奉天之命搬來北京 他爺爺就把南京改為應天 應天的指示 在這裡建都 他說 我是奉天 我現在這裡奉天而來 有奉天的指示 我這裡是正統的 出自於南京 因為其實還有很多人反對千都 我是奉天的 不是我所說的 就叫奉天殿 就是有爺爺的風範 對 奉天殿之後 然後被雷射 然後火燒了 燒了之後 然後去到嘉靖殿 嘉靖殿就是朱厚聰 做皇帝 朱厚聰應該是明世宗 不是明世宗 朱厚聰就做皇帝 然後呢 當時就說 其實燒過幾次了 那燒不是辦法 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就找人來看 當然找些有學生知識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還有一件事就是 所有電的那個牌是怎樣寫的 例如泰和電是怎樣寫的 怎樣寫 是啊 你去到泰和電 有個名牌寫著泰和電 嗯 那那個扁 那個扁是怎樣寫的 有什麼特別 打直還是打橫 不如直接問你 打橫 打直 算了 你沒有入過城 你不知道 打凍寫的 所有電都是泰和電 這麼有趣 最原始 去到清朝的時候 還有三種文字 是中 又有分 是打動的 對 這個已經是 只剩下漢字 其實是有蒙古文 和呂真文 其實就是清朝的 打動寫的 不要理會 你現在說明朝 明朝就是只有漢字 奉天殿 然後被火燒的時間 但大家想一下 終於又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會被火燒 燒兩房 可以回來再說嗎 可以 我們不如先聽一首歌 很應景 什麼歌 火燒 原明園 原明園 但我這裡是指禁城的 隨便 在附近 你知不知道 今天還要找北京 好 繼續 今天你再說這個話題 早上一開WhatsApp 有人跟我說 不知道 無緣無故就說 原明園 一兩年前 英國 拍到這個 原明園被燒之後的照片 被燒之後的照片 我馬上看這些 實際都看不到北京的新聞 然後再繼續 無敵深探 R爆頭都想不到 為什麼被火燒 你中文是 我想到 關中文事嗎 當然關中文事 又是解字那些 刷字那些 都不關事 我想到 你想到什麼 因為那裡最高 那裡最高 那裡最高 有一的劈劈 這是一個正確的答案 但是 當時有一個想法 但當時來說他不會想這種想法 即是這麼邏輯 他知道因為我高所以被雷劈 待會我會講一講他們有什麼防雷措施 但問題在哪裏 我想一下奉天殿 奉天殿打動者 天字是否藏在中間 奉天殿 即是不尊敬天 天殿是否在最頂 把天字放在中間 不尊敬天 不尊敬天 不尊敬天就被雷劈 後來他就想 叫大臣來想 有什麼辦法 現在我重建了 最初他沒有想法改名 他沒有想法改名 他就想一下 不如打橫寫 打橫寫不一樣夾在中間 天殿碰到頂 但天殿碰到頂 天殿並非最高 他用奉字和電子 平排 不如把天字在中間 推高 把奉字和電子按下 這樣就可以了 之後 張友聰說 很肉酸 一定是處女座 很肉酸 其實肉酸是其次 所有做皇帝人 有他的心思 所以我做不到皇帝 你可能做到 是嗎? 有心思 他就乘機改名 為什麼他乘機改名呢? 一來就是要鞏固他的政權 鞏固了自己的皇帝的認受性 他可能當時的認受性不足夠 很沒有自信 每個皇帝都沒有自信 怕自己的江山被人搶掉 為了提升自己的認受性 不如改名 因為現在這樣 肉酸夾在中間 又不尊敬 不如改了另一個名 就叫做王極殿 王極殿 總是天字都沒有 沒有 王極殿來說沒有問題 這次他就不需要理會天字 王極 他就告訴你 極是一個終點 極端 他就說 現在我的權力 就是一個政權的最終 我所說的才是說話 你所說的 不是 政權去到最終 就是最終的決定 在我身上 王極殿 但這個王極殿 就一直用到滿清人入關 滿清人入關之後 其實他沒有改建築物 只是改名 但是我們說 滿清人是真的 為何他 記住一件事 滿清人入來中原 大家都誤會了 他是一鑊過 這樣進來 他來過兩次 是嗎 你多次這樣說嗎 剛才有說過 他要開門 前世 不是我開門 我兒子要開門 我兒子要開門 他叫兒子開門 其實來過兩次 剛才我不是說過一件事嗎 蒙古人未來之前 那裡已經叫金鐘都 是 金鐘都 左敦那裡也有間 這個是前金 去到後金 路而黑賊的時候 是後金 後金 即是勒國為滿清 前金的時候 已經來過一次 然後 他們來過中原之後 他們有智慧 他們知道怎樣才可以在中原生存 他們跟蒙古人來中原生存不到 有他們的原因 就是他們除了阿忽必烈 懂得去想想一些中國人 因為我講過 原代的國號是怎樣來的 都是跟《易經》有關的 他們想過這件事之後 如何融入漢人的社會之外 其他東西他們沒有 還要跟他們分別人種 不加上他們沒有融入 還要跟他們分別人種 還要跟他們分別人種 但問題是 滿清人智慧比較高 他們沒有動過你 只會改名字 但改名字全部都是 漢人文化有關的名字 剛才我講到中和電 中和電其實是一個謙卑 雖然我高高在上做皇帝 但我都會謙卑 我都會謙卑去對待我的神 其實這件事就叫做 他很懂得怎樣去籠落人心 整件事 在這個時候 他改了名字 王極電之後 但這個王極電好像很自大 是自大 朱厚聰的人本身都是自大 但現在又不夠謙卑 所以滿清人入來的時候便好 但是滿清人入來後 改了名字之後 但王極電的名字 有用回 就是在乾隆退位前 剛才我講的地方叫受寧宮 乾隆退位之後 覺得自己還沒死 我退位 為何要退位 乾隆還沒死 當時身體都壯健 又發了個噩夢 為何要退位 他就退位給家慶 他自己不做 原因就是 他很尊敬他阿爺 康熙 他不能夠再位長哥 不能超過他 是呀 我記得是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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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是隔代陰典 其實是康熙帝 有人傳說 雍正能夠做皇帝 就是因為他看中乾隆 看中他的兒子 如果他不讓雍正做皇帝 怎麼可以傳到他的兒子 乾隆就做不到皇帝 所以他就為了這個原因 就被雍正做皇帝 雍正做得好 短命 早死 乾隆做皇帝 乾隆做皇帝 乾隆那時候身體還很健康 心想怎樣呢 他就把壽寧宮改建 他就把這個 變成一個 改名叫做皇帝 他就在那裏 就叫做 陪下廷審 他就不是很主政 但問題是 如果有事要來找我 你過壽寧宮找我 那裏就把皇帝 用回這個名字 他亦有意思 其實他最初讓位出來 給他的兒子的時間 他就說皇帝 為什麼要皇帝 記住有重大事 你來找我 我才是皇宗之極 我才是皇宗之極 你記住來找我 當年他離開後 其實他都很聰明 但是 家慶帝 真的等乾隆後 他才來一個改革 因為他生前還是很尊敬乾隆帝 嗯 好了 講到這個時候 我們要講回 就是 剛才說了三大宮殿 我們要講回 咦 三大宮殿 其實我們說應該 出入 這麼大的宮殿 你猜出入有幾個出口 出入 其實他很簡單 最主要是四個出口 四個出口 南邊就是五門 他們不叫藍門 他們叫做五門 五門是否專門斬首 其實是一個謬誤來的 嚴重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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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斬首 怎會自己在家門裡斬 你會不會 對 我經常說五門斬首 不會在家門裡斬 真正在清朝和明朝不同 清朝斬首的地方 在塞市口 在塞市口斬首 例如在朝臣犯了事 就拘捕他出入五門 在那裡斬 不會在那裡斬死他 只是在那裡斬 只是在那裡斬 是否這些 後期的戲劇 編劇 謬誤 所以說五門斬首 通常是拘捕五門 但不是斬 但是 皇帝十個九個都會生懸 其實是這樣的 他會問到太監 拘捕他出來 經常過了內金水河 然後就問 去到哪兒 然後就拘捕他 就說 過了內金水河 這樣 過了內金水河 回來 回來 回來罵多了 那就走了 沒事 如果太監就跟他說 過了內金水河 然後就打了 打了 因為過了內金水河 走過來很遠 反正都去到 先打一下 打了 否則回來 算了 回來罵兩句 這樣都可以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 朝廷的官員 懂得買通太監 走慢一點 所以是偉小寶 一早就買通了 當皇帝問的時候 是不是都說 過內金水河 其實已經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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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早已經買通了 那就沒事了 可以回來 罵多兩次就沒事了 他們進去 通常是五門出任 左右兩邊 有兩個很漂亮的地方 叫東華門 另一個西華門 這兩個地方 是我在故宮屋裡面 我自己最喜歡留念的地方 尤其是東華門 出到來 東華門那個位置 就是東安夜市 有很多東西吃 東安夜市 進黃虎井大街 都會走東華門 現在說五門 五門是很有趣的 五門叫做 硬刺樓 一個硬刺樓 原因是五門 有一個U字形 紅色有一個U字形 你見到 有一個特別的稱號 叫三明五暗 三明就是 中間有三個洞 旁邊有兩個洞 是見不到的 其實我們 入到裡面 所有門都五個洞 即是五個洞 但是唯獨五門 只有三個洞 有兩個洞 但是那兩個洞 就說不見了 那兩個洞就轉彎 在旁邊 我們叫做翼門 在翼門入 入了之後 然後去U字形 走到前面 到你在五門裡面 看出來 你見到五個洞 但是在五門進去的時候 即是由南向北入 你見到只有三個洞 那麼鬼數? 還有一件事 五門應該叫做南門 但是不會叫做南門 為什麼不叫南門 五老禮 是五老禮 南和爛是同音 這樣嗎 爛門 不是有什麼爛 是災難 南和爛 那南大門呢 這個不關我們 我們這位是韓國 你明白嗎 這位是一個宮殿 這位是一個宮殿 那這三個門 是怎麼走的呢 翼門平時不開的 但是也有用 特別是外國使節 或者大型慶鏈 那時候會開兩邊翼門 中間那道門 就只有皇帝才能走 最東邊那道門 就是一個大神走的 西邊那道門 就是皇親各籍走的 進去的時候 走中間那道門進去 走中間那道門進去的時間 皇帝走的 除了皇帝 還有沒有人可以走中間那道門 我們那裡叫御道 有什麼人可以走御道 除了皇帝 得重的貴妃 得重的貴妃 就對了 走御道 你說呢 太上皇 皇太后那些 或者太子 沒有這麼正好 太上皇也可以走 太上皇也可以走 皇帝的父母 因為他都做過皇帝 就是了 太監 太監不是這樣走的 太監不會的 正式說御道還有分 因為那條路 還有分三行 正中間那行我們叫神道 皇帝也不能走 神道 其實在御道裏面 皇帝一定可以走 還有什麼人可以走 皇后大婚那天可以走一次 只走一次 然後還有什麼人可以走呢 這些就厲害了 為什麼以前的人這麼高調 去抬舉這些人呢 就是每一屆的狀元 綁硬 探法 每一個人都可以走 一鑊 他就出宮那一鑊 就可以走 走一鑊 之後就不行了 所以呢 這條這樣的遇到 就很架勢 你可以走 光壯大到 或是一輩子走一次 對 一輩子走一次 這樣就會 光宗耀祖 光宗耀祖 整件事 然後進去 還有一道門 說完這道門 我們就 其他有機會再和 逐集 逐集下跪 再說一道門 就說完前門 後門 後門叫什麼名字 後門 後門 後門叫什麼 後門叫什麼 後門有名字 後門有名字 谷花門 左右兩邊 一邊是東環門 一邊是西環門 前面又叫做五門 後門叫什麼名字 谷花門 後門當然是谷花 對 對 所以說得比較肥鬆 對 你經常都說了 那你說得正經一點 還有什麼門 後門其實 清朝的時間 叫做神武門 神武門 其實 他本身 在明朝的時間 叫做元武門 元武門 但記住 元武門 之邊的元武門 並非這裡是元武門 為甚麼 其實我們跟五行方位 左青龍右白虎 前朱雀後元武 元武 所有宮殿後面的門 都應該叫做元武門 元武門之變 其實就是 唐朝那時候 在長安的太極宮 那個後門 就叫做元武門之變 在明朝入了紫禁城 都叫做元武門 但到了清朝就改了名 清朝為何要改名 為何叫元武門 變成神武門 又不老大 不是不老大 這個是元變神 從康熙帝登基開始改名 原因很簡單 這個叫避名位 康熙就叫做元烈 避開元字 皇帝自己的稱為不能叫 大家不可以叫皇帝稱偉,所以將元字改成神字 所以元武門就變成神武門的名字 但神武門的名字也挺威風的,因為是神武 但如果說到被偉,我會說和皇宮沒有關係 我覺得挺有趣的,知不知道為何又要被名偉? 為何要? 為何要被名偉? 因為他殺氣太厲害了 因為後門死去後門出,所以皇帝死去 為何會有被名偉? 為何要避開皇帝的名字? 要避開他直呼他的名字 沒有那麼正路 這是正路的答案 皇帝的名字是不能夠直呼的 他這樣問應該有些再交際的答案 他一定不會自己直呼自己的名字 天子任你叫? 因為你要將天子得過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 天子得過的名字 在世間上只有得過,他是寡人 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件事是直呼皇帝的名字 也是不尊重的 還有一件事最重要的 所謂被名偉就是 在商朝已經開始有 被名偉其實是避開武術 對方式 例如我要下武術下肥蘇 我下武術要下肥蘇的名字 我知道 皇帝又叫肥蘇 所以就下皇帝 被名偉其中一件事 名偉其實分為國偉和家偉 國偉就是所有君王的名字 這個家偉就是長輩的名字 記不記得嗎? 講一個小插谷故事 大家會有興趣聽的 一個故事叫做 指許周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其實原來跟名偉有關 大家都不知道這個故事 即是說做官就放火 百姓點燈也不行 其實這件事原來不是這樣 其實這件事在北宋的時候 有一個泰秀叫做田燈 當時遇到這個元宵節 元宵節的時候 在城門出了一個通告 官府會辦燈會 會點花燈三天 這位泰秀就不喜歡 我就看一看 我叫田燈 你點花燈我 即是對於我的名偉不尊重 然後他就說 將它改成 在元宵街之地 官府放火三天 就變成官府放火三天 那些人就看頭髮 官府放火三天放火 放火燒我們 這就是避名偉其中一個 這個也要避嗎?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你一向過年 叫那個是什麼月 精月 為什麼叫精月呢? 你有沒有想過什麼叫精月 本來是正的 為什麼不讀正月呢? 又是要避開 有一個皇帝叫什麼正 雍正 什麼正 真的嗎? 那個是營正 營正 秦始 為當年所有政治 要改音 讀精字 所以呢 正月變成精月 原來就是這樣 嘩 鬼姑王真的很厲害 你不要叫鬼姑王 叫掌古王 掌古王 掌晾霸 好了 留時間給你了 年紀輕輕便已經可以了 另外呢 就想說說 在這個 這個寶和殿的前面 如果大家去過都會知道 亦是一個很有名的打卡地點 因為就算拍戲也好 都會很多時用到寶和殿前面的這段樓梯 這段樓梯其實有名字 它叫做雲龍石階 這段雲龍石階其實是由幾組很大塊的石頭造成的 上面有九條龍 九條龍就在雲圖之中翻騰 翻騰的時候就在欺珠 九龍氣珠 接著也會見到五座浮山 這個數目代表九條龍 再有五座山 九五的意思 亦是代表皇帝的意思 九五之尊 九五其實就是在鵝之中最漂亮的鵝 如果用逆經去掛去解釋 就在製造這個寶和殿的前面 其實當時 原先的設計不只是寶和殿 是三大電都有的 但為何會只有寶和殿有呢 我就會告訴大家 首先我們當然要講一下這塊巨石的來歷 這塊巨石有名的 它叫做單閉石 一閉就閉下一個閉 單閉石 它本身都是漢白玉的其中一種 它每一塊很厲害 它重大約是二百多噸 在六百年前的明朝 如何將每一塊二百多噸的大石 由一個距離故宮九十公里遠的房山 在這個大石窩裡面 去運到紫禁城裡面 當時在開採已經是非常非常之困難的 因為在這個大石窩裡面 不是全部石頭都適用的 一定要符合那個大小 和那個完整度 再配合它本身本體有沒有一些缺陷 當然要找到一些盡量完美的石頭 是非常之不簡單的 到你找到之後開採出來 亦都非常之辛苦 但是最艱辛當然就是運送 試想一下 在明朝的時候 根本沒有任何的機器 就可以去做運輸 全部都是靠這個人力去做的 當時用了二萬幾個工人 再加上二千幾匹 這個雷仔和馬 一起去運送的 那怎樣去運送呢 那裏是綠路來的 如果水路都相對簡單 找一條船載了它 運回來就簡單了 但是沿途也是綠路 但是古代人有古代人的聰明之處 他們由房山開始 直至到紫禁城 沿途挖了很多口井 一直不停在挖井 挖井挖來有甚麼用呢 挖了一些井 可以幫助到去運這些巨石嗎 沒錯 他們運這些巨石 就特意想冬天才要運 他們沿著整條路線 一直不停挖井 接著就潑水上條路上 因為冬天 水很快就會結成冰 接著就把大石在冰面那裏 一直拉回去 每一天 其實 以這個進度 只能夠拉到三公里左右 足足用了二十八日的艱苦旅程 才把這批大石 拉到紫禁城裏面 但是由於他們回到紫禁城的時候 其實三大殿的主體建築已經建好了 而這些大石每一塊 本身都重成超過二百噸 再加上 它有十六米那麼長 一個三米那麼寬 以及有1.7米的厚度 在這些時候 這些巨型的單閉石 根本就沒有辦法穿過已經 起好的一道道的宮門 到最後 只能夠在這個寶和殿的後面 安放 而放棄了在三大殿 每一殿上面都安放 這個最先的原有設計 可想而知 那幾塊巨石 大家有機會去到故宮 就一定不要錯過了 就算在我們現時 沒有辦法去摸到也好 站在旁邊 拍張照 打張卡 都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 來的 今天我十五歲 十五歲 我十五歲考DSE 中國歷史真厲害 金塊下風 請受小女子一拜 中文是這個 我這些 我這些 中文是做得這麼差 中文是FIRST ON 鑫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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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我為大家推薦的精彩影片 千萬不要錯過